如果不是文化传承的话 怎么可能把一个黄金面具 打造成一个扇贝的造型 怎么可能吃剩还如此契合 从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 从东方文明到西方文明 人们尤为崇尚精气 2022年 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金素面 和2021年四川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黄金面具 都引发关注 近日 河南省郑州市文物局局长顾万发 接受中兴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还原郑州商代金负面考古发现的过程 阐述其与三星堆黄金面具的一统 解读金负面背后隐藏的东西文明密码 我们在清理的过程中就发现了 非常幸运的是 这个基本上全部的器物都还在 其中在这个人的头部 我们就发现了这样一块黄金的面罩 从考古学来讲 商代分为早商 中商 晚商三个阶段 2021年6月至2023年2月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在该市城区考古发现一处结构清晰功能完备 具有肇育性质的中商早期的白家庄期高等级贵族墓地 后被称为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 现存面积1.8万平方米 墓地由壕沟 墓地通道 高等级贵族墓地 极丰富的人 猪 狗 牛角等祭祀坑等组成 该墓地主物陪葬品形成了中商早期 丧葬礼制完备的青铜器 精器 玉器组合 特别是精负面 精泡等器物的出土 是商代中期考古的首次发现 在商代中期而言 发现如此丰富的随葬品 青铜器啊 玉器啊 包括大规模的 比较多的吧 用金的这种现象 也是郑州商城从发现吧 一来七十多年 应该说都没发现过 在整个商代中期 我说的是中期而言 也没有发现过 这么丰富的随葬品 从外观看 郑州商代精负面造型较为奇特 它有何文化内涵 顾万发解释道 面罩能做成各种各样造型 郑州商代精负面做成扇贝造型 是古人的一些人文思考 比商代中期早的 爱丽通话晚期 下区原文化 已经出现了这种同样类型的扇贝 盖在脸上作为面具的 甚至我看了一下数据 郑州商城这个金面造的长宽 和我们郑州东风蓝袜一指 爱丽通话晚期的那个扇贝面造 它的长度和宽度基本接近 所以说如果不是文化传承的话 怎么可能把一个黄金面具打造成一个扇贝的造型 怎么可能吃剩还如此契合 顾万发解释道 诸多研究表明 古人认为扇贝象征生机和活力 因为扇贝生活于浅海泥沙之下 犹如埋藏墓葬一样 依旧存活 人使用扇贝型负面 就寓意着人如同扇贝一样 也可以在类似扇贝生活的墓葬下生存 复活 这个扇贝上面是方形下面是圆形 我们说就是方家圆 阴阳相合才能带来生机 他为什么选择黄金呢 这跟我们中国人的信仰相关 商人能够接受或者说应用黄金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受到了他们一种青铜器物 崭新的时候那个表面也是金灿灿的一种影响 如果用五行的说法的话就相当于金 因为金本身具有坚固 不败不容易被破坏的意思 那么他盖在脸上 就能够让他的蹊跷的金气神不会散掉 就我们晚期说的不败金身 与三星堆黄金面具相比 郑州商代金负面 谁的时代更早 我们这个金负面 他是白家装起的 而三星堆文化的金面具和中原的时间对比 可能都到了商末周初了 经过很多学者多年的积累 总结出来的这种早晚的考古学文化的规律 再加上一些碳诗式数据的测地 能够充分说明他的时代是遭遇了三星内文化的黄金面具 从世界范围来看 其他国家考古发现也有黄金面具 从中国到国外 精气备受推崇 他们之间有何共通性 顾万发表示 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 金面具均与权威 统治地位 财富 信仰等有关联 真正应用 把它做一个随葬品 工艺品 权力的关联的这种铸造的一些权葬 目前最早的 我们发现在保加利亚 大概是6500多到6300多年 距今 再稍晚一点 埃及发现的黄金的制品 也大概能到距今5000多年前 我们中国呢 要说我们发现的黄金 这个制品呢 目前呢 最早啊 距今接近4000年 据了解 在商代中期之前 中国发现的黄金文化分布在甘肃 内蒙古 山西 河北等欧亚文化交互融合地带 顾万发表示 在此之前 中国南方是看不到很明确的黄金文化元素 中国黄金文化的这个 重大转折 我们原来都认为是在三星内容化这个阶段 但是呢 苏苑街贵州牧藏区发现之后 根据目前的发现来看 就是从郑州开始了 除了我们这一次M2里面发现的金面罩 金泡 金波 之外 我们还在同时代的 郑州商都的宫殿区技术坑里面 发现的有 我们在另外一个跟它基本同时的 小双桥的技术坑里面发现的也有 说明当时的这个郑州商城 黄金文化是比较繁盛的 从古至今 从东方到西方 黄金文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怎样作用 我们中国早期的黄金文化应该说是于欧亚大陆文化交流过程中吸收过来的 最早期的交流就是我们吸收它的黄金文化的表现 主要是一些小件 到了商代中期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做一些大件 比如说面罩 而且这个面罩还是很中国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逐渐把这种黄金文化 融入了很多中国元素 甚至说呢 以中国元素为主 郑州商都黄金文化和三星堆黄金文化联系密切 有何特殊的历史背景 顾万发解释道 两地出现黄金文化传播现象 使历史文化交流使然 猫头鹰在商代的时候 就是商人的图腾 天命悬鸟降生商的悬鸟 就是猫头鹰 那中原当时猫头鹰很多了 我们郑州商城啊 我们的这个 殷须啊 那么为什么在另外一个地点 三星堆这么集中的出现猫头鹰的形象 那么我相信 那个猫头鹰不是简单的喜欢 而是商人图腾在那个地方的反应 也是我们商朝的商王 他的统治力 延伸到三星堆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顾万发解释道 数千年来 中国传统文化 以玉文化为主流 东西方黄金文化交流 始于距今约四千年前 自此 中国玉文化和黄金文化交流融合 形成了金香玉 金玉满堂 金玉良缘等独特的金玉文化 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外化和体现 从世界范围来看 黄金文化在中国的出现 又有东西方黄金文化交流互建的重要背景 郑州书院街贵族墓地的发现 无疑是中国商代考古 以及黄金文化考古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小华伟 小华优独特的金玉文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